Hello,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我呢,带各位酒鬼入坑了日本威士忌 苏格兰威士忌,爱尔兰威士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就不用再花钱买酒了吗? 天真!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来讲一讲 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波本威士忌 最后呢,我也会测评两款价格相差 三倍之多的超经典波本 看看花这么多钱究竟值不值 那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才是波本威士忌 跟苏格兰威士忌的区别都在哪里 第一,波本威士忌呢 是必须在美国产的威士忌才能叫波本 但波本呢,不一定在肯德基州生产 肯德基州只是波本一个比较著名的产区 第二呢,我觉得波本威士忌跟苏格兰威士忌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原料 那波本威士忌必须用到51%的玉米 而苏格兰威士忌呢,通常会用到各种古物啊 跟麦作为原料 第三,波本威士忌必须沉黏在全新的烧焦木桶里面 而苏格兰威士忌,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听到 怎么用波本桶啊,雪莉桶啊,等等 这些桶都是人家用过的桶 来来来来,酒鬼们 把你们人生喝到的第一款波本威士忌扣在上方 我先来 叮! 我相信呢,大部分酒鬼都跟我一样 一开始入门波本威士忌 很多都是从美格开始喝起的 作为一个波本的爱好者 你家里肯定有美格这一瓶 喝过的在上方扣一 但是呢,我们今天不只是来测评这个入门级的美格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取关了哈 其实我还淘到了这个宝贝 它的价格呢,是普通美格的三倍之多 全新2012年限量版的FAE美格 这款波本威士忌它的成年方式非常的独特 我等等跟大家讲 这一款我自从买来了之后呢 我一直都舍不得喝 我就等着这期节目做测评 跟大家一起开箱 那说到美格,我觉得它最显眼的就是它这一个外包装 它上面呢,这些都是手工蜡蜂 就是因为手工呢,所以每一瓶它的蜡滴下来的样子都不太一样 但是要是美格请了我这样手抖的人去给它们蜡蜂 就会出现以下场景 它们家跟其它锅本不同的是呢,它们不只用了玉米作为原料 还用了软红冬小麦跟大麦作为原料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美格特别适合入门啊 美格它不像大部分在市面上的锅本 喝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很烈 就好像有人给了你一巴掌的感觉 所以呢,我觉得美格的风格是一种很细腻甜美的 哇...那种蜂蜜奶油 那些前来,我好期待 哇塞,我终于...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嘛 它呢,是在木桶里面成年六年 成年六年之后呢,它又做了什么? 我们的艘操作呢,就是它们会在木桶里面放入十条不同类型的木条 放进去泡,然后继续成年 那2021年特别之处呢,是它们放进去的这个木条 有一边呢,是用火烤过的 另一边呢,是生物,就是没有用火烤 那么它们觉得烤制的这一面呢 是会给威士忌带来很多那种木头啊,松香啊的味道 但是没有烤制的那一面呢,会带出威士忌里面的很多果香 我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很好听,很治愈 有同感的扣音 那这个的酒精度呢,因为它是桶墙啊 是55.3度,我的妈,真是 等我喝下去会不会辣死 哇塞 那个木头的香气啊 而且这个木头的香气里面还带有点甘草 我还可以闻到一点樱桃派那样的味道 首先啊 我跟大家说虽然是55度 但是完全不辣 然后现在在我舌头里面是生姜跟胡椒 黑胡椒混起来的那种辛辣 而且我还尝到一个 我在尝一下 就是你喝下去有一种黄油铺满你舌头的感觉 还有一种小时候我们童年的味道 哦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椰子汤 就是有一些椰子汤它外面会包一层那个透明的纸 太棒了 在它整一个平衡还有味道 我以为是那种会木头味特别重的那种木头汤 但其实不是的它是一种跟酒精都跟果香结合起来 而且后味很长 哎有了这个我 这每个就失宠了 入门级的每个是非常适合大家如果想去开始喝过门威士忌的就先从这个入手 便宜又好喝就绝对不会错 这个呢你问我说值不值它三倍的价格 我跟你说我还真的是觉得值是 如果我喝完的话 我下次再看到我一定会再买一瓶的威士忌 那其实呢我还入了一些特别有趣的美国锅本威士忌 这个四玫瑰的单衣桶威士忌 还有这个哈哈哈哈 食货的酒鬼 叹叹 泰勒上校的锅本威士忌 我以后会跟大家多多分享一些好喝小众的锅本威士忌 想看了给我点赞在下方留言 还没关注我的干净点订阅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你们要我测评这款先 还是这款 Go in go in